李念和51岁富豪老公罕见合体出席聚会 他一席露肩红裙明艳贵气 太有当家主母的气场 生俩娃脸还嫩得像少女 笑叶如花 美得格外清甜又娇俏 李念 1985年5月30日 出生于湖北省京门市京山市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本科表演戏2002级 李念小时候的志向 是当一名英姿萨爽的女警 小学五年级时 电视电影追踪剧组 来到李念就读的京山市实验小学挑演员 导演选中李念 这次拍戏经历对李念的影响很大 李念初中毕业后 进入武汉音乐学院学习舞蹈和钢琴 2002年 李念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顺利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2005年初 电影会员甲来到上海挑选演员 李念和同学一起来到剧组面试 几天后 副导演莫兰给李念打电话 叫他来剧组见导演 李念最终出演了电影会员甲中 仅有的几位女主角之一金玉 这个角色让她的演艺事业大放光芒 曾因出演电视剧《窝居》中 海藻一角走红的李念 在最新热播剧《都挺好》中 以最佳儿媳的形象出现 外表比较娇 柔 内心非常独立 在生活中明辨是非 通情达理 对公共也是关怀辈止 这个孝顺的儿媳妇形象 成功替代了观众 对于李念停留在海藻一角的印象 在剧中 李念和尼大红 郭京飞的对手戏比较多 《都挺好》是李念和尼大红的第二次合作了 他透露尼大红私下话不多 但对于前辈的演技表示了钦佩 可以说一秒入戏 入目三分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好演员 至于第一次拍档合作的郭京飞 李念评价对方非常聪明 脑子转得很快 他的演艺是一种高于剧本的表演 我听说他有上海话剧界《小王子》的称号 他的语速非常快 而且他的思维比语速更快 每次演戏演到即兴表演 李念都觉得和郭京飞演对手戏非常的过瘾 比如有一场吵架的戏 李念说到名牌包包时 眼泪快飙出来了 郭京飞立刻嘴瞟说名牌飙飙 会把可恨调皮的角色演绎出一种可爱 赋予了角色更加独特的魅力 出生85后的李念 纯美帝外表加上温柔的性格 出演过的众多角色中 多数都是乖乖女一类的人物 从十年前的蜗居走到现在 李念的人生远远看过去 给人最大的感觉 可能是分裂儿子 当年一部蜗居捧红了张嘉义和李念 李念饰演的海藻还让人又爱又恨 恨他对小辈的无情 也连他的无可奈何 李念把海藻所有的复杂情绪 全是得淋漓尽致 从无名小卒一夜之间成了一线女演员 这是多少明星梦寐以求的事情 大火之后按照常理应该趁热打铁 继续维持自己的热度 继续接一些好剧本稳固自己的位置 但是李念却在人气最高的时候 突然嫁入了豪门 成为豪门富态的李念 随即淡出了娱乐圈 时不时的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豪门富态生活 2009年 凭借窝居郭海藻这个角色爆红的李念 只有24岁 年纪轻轻就大红大紫 可以连接到娱乐圈这个超级名利场的顶级资源 有着前途不可估量的未来 是多少女明星梦寐以求的事 可是李念在第二年参加非常近距离透露 她已经订婚了 然后2011年结婚 2012年官宣生了女儿 24岁爆红 25岁从娱乐圈隐退 李念的选择在当时掀起不小的舆论风浪 很多网友不怀好意的揣测说 李念就是郭海藻本人 连编剧66也在节目上表示 这个演员很有潜力 对李念的退出深感惋惜 虽然网友们说话难听 但是当时的李念确实是幸福的 因为嫁的老公是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 据传闻拥有身价22亿美金 因此后来媒体每次提到李念 都会冠以22亿阔泰的名号 李念很讨厌被叫阔泰 回应说我们什么时候过过富豪的生活了 除了北京有一个婚房 其他到哪都是租房子 阔泰是谁 我老公姓林 不姓阔 可能最令人觉得分裂的就是这里了 李念一边拒绝做阔泰 一边又在微博里 不遗余力的用各种姿势和角度炫富 还有刻意为几十万的豪表打上马赛克 不怪吃瓜群众纷纷吐槽 李念称生活中他想做一杯白开水 平和清澈温柔的刚刚好 但我从未放下过对演艺事业执着的爱 就像我在节目中说的 不管我嫁了什么人 生了几个小孩 我都会回到这个舞台上 不是大家所认识的海藻 我就是演员 我想做我自己 这两年 关于李念的新闻并不多 他希望能把家庭和工作分开 回归家庭 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希望多一点自己的小秘密 面对工作 我更想做一个好演员 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好的角色 跟喜欢我的朋友们 可以多用作品来交流 塑造不同的理念 生活中的理念 喜欢健身 瑜伽 旅行 尽情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时尚方面 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心得 喜欢简单的配色 认为穿在身上的颜色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生活中的理念好脾气 温柔铅和 但是内心却有 无法磨灭的独立和坚强 用硬核心女性来形容 在合适不过了 十多年前 蜗居走进大众的视野 理念也因为海藻一脚走红 初出茅庐 即视野巅峰 集结了万千目光的他 却毅然选择组建家庭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不解和质疑 他没有丝毫退却 也不曾过多解释 婚礼 理念凭借都挺好中的 朱莉一脚 理念成为了许多观众 心中的最佳媳妇 或者最佳儿媳 朱莉也从海藻手中 接过了交接棒 带领观众去认识一个 崭新而令人惊喜的 演员理念 理念回归家庭的这段时间 许多人甚至都以为 他不会再演戏了 在理念刚付出 参加《我就是演员》节目时 他向所有人大声地宣布 我从未放下过 对演艺事业执着的爱 不管我嫁了什么人 生了几个小孩 我都会回到这个舞台上 我就是演员 我想做我自己 那一刻相信很多 一直在等待他的观众 都会忍不住泪目 时隔多年后再见到理念 他的自信与独立统统 融入了演技里 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看到了 他的蜕变和成长